Hello 大家好 我是明明 今天我已经好久没有做视频了 但是最近这段时间的话 我就一直在家里面也没有吧 平时我现在开始工作了 因为法国的话疫情已经恢复了 所以我就已经开始每天上班正常 完了以后除此之外的话 就每天在每一个当下在特别安静吧 但是最近我有一个感悟想要给大家分享 非常有趣 可能是因为这些年的一些经历吧 经常会听那种很正能量的话语 看各种各样的经典 跟随自己的内心 然后一次又一次的 现在我的状态还蛮有意思的 完全就是什么都想不起来 完全就是心里面每天早安起来就只有感恩 现在你让我去想那些不开心或者是担心的事 其实生活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如果说要想担心的话 其实是还是蛮多东西可以担心的 但是说真的现在的我就变得有一点没心没肺 你知道吗 就每天除了感恩就是爱 然后经常在意识层面还能够看到 也不是看到不是真的就是 不是真的能够就是用两只眼睛看到 而是真的知道就是说 特别是最近这段时间全部都是那种金色的光芒 然后我还特地去查了一下 我说为什么是那么多纯色的金色的光芒呢 然后看了一下资料 就金色代表的是王权吧 王权的话 其实我从生命的角度去解读的话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就是 对于自己生命的一种自主自主的权利 所以就变成了一种金色的光芒 我自己的理解哈 那嗯之后的话 我今天非常有趣就是突然间明白 其实我们不管是面对就是世间百态吧 不管是事态炎良也好 还是就是世间繁华也好 其实作为一个意识 作为一个意识体去观察这个世界 和进到这个世界来 来到这个游戏当中的话 对于我们自己而言的话 就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当我们进来这个世界 我们进到这个世界 那么这个世界就因为我们的到来 显现了 那也就是说 若是我们不进来这个世界 那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不进入这个世界的话 那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 就是一个影像吧 那其实 每一个灵魂都是唯一的感知者吧 因为就是从医的法则而言的话 大家也都知道 因为其实我是有这个体感经验的 就是这个体感经验还挺奇怪的 就是并不是在冥想和打坐的时候 出现的 是我在很多年前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还在中国吧 那个时候我有一家手工造访 然后那一天是我的生日 六月份的时候是夏天 我正在那里包手工造 然后一边包手工造 然后一边就跟神祈祷吧 我就跟内心祈祷 我就说你看今天生日哦 你要送我一个生日礼物 然后结果 我就突然间就掉到那个状态里面 就是没有办法想象的一种状态 就是你在那个空 就是那个境界里面 就是你突然间就变得什么都知道 而且你跟万事万物都连在一起 还有一件事情很奇妙的 就是说在那一刻我团支到非常多的奥秘 那也就是说生命本来的样子 然后人类的好多的一些起源吧 而且我知道所有的生命都是相连的 息息相关的 而且是特别幸福快乐美满 很健康 用这四个字都没有办法理解 就是完全完全完全放开的一种状态 我已经不再是我的身体 我是万事万物 就是那么一个状态 然后十几分钟吧 我在里面持续了 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棒的生日礼物 那是我的生命给予我的生日礼物 一生只要有这么一个礼物 我觉得就足够了 所以 但是我在信仰内心和信信信那个基督耶稣的这个信仰 我是用真正的 我是用内心去信仰他的 我在每一个内心里面就是 因为我我我每次都是会碰到内心的各种各样的挫折和痛苦的时候 其实外界我们会碰到特别多的事情 就算是有的话 应该也是会有一些方法去解决他 这方面我好像没有碰到太多的问题 烦恼是在内心的问题上面 我真的是束手无策 焦头烂额 有的时候痛不余生 所以 当内心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每一次 但就是 嗯 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经历了爱情友情亲情就是物质界的人伦的这些方面吧 但特别是爱情吧 可能表面上人家觉得你还好 嗯 还蛮舒服的 但是 我内心是失望的 一直是很失望的 就永恒的失望 除了 在 基督里面吧 在神里面 当我真的 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有点疯狂 我去信奉那个时候 我到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放弃了我物质世界的一切 那个时候就真的是光着屁股就跑了 但是 就从那一刻开始 我就掌握了我的命运 我觉得我那个选择是我这一生当中做最对的 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私人经验哈 最最私人的一个经验 从那个时候我的每一次跟他在一起的交互和体验 十几年了 证明一件事情 我们的内心才是我们永恒的意外之外的惊喜 所以 所以我在这里一直就是反反复的 跟小伙伴们重生 就是说要回到内心 要回到内心 就是因为这个 因为 这件事情别人不能替代你 你除非自己亲自去体验 否则的话 绝对没有可能 理解 他为你带来的是什么 好吗 好了 我就 再一次祝大家 幸福快乐美满健康 回到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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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事情 说三遍 因为 在内心 你可以连接到 当前 现在 最美 最有诠释的 金色的能量 无所不在 就在这个空间里面 回到内心 就能去触摸一下它 去享受一下它 不需要小伙伴能花一分钱 加油 去吧去吧去吧 拜拜